这就是卡梅尔山谷 这里就是卡梅尔山谷 在我们的右手边 昨天我们晚上去的卡梅尔小镇 今天我们就要穿越整个BIGSOUL BIGSOUL就整个加州一号公里 最精华的所在 昨天民宿的那个环境 我觉得不太好 他们又住在楼上 我们住在楼下 他们一点都在睡 他们就在上面走路啊 说话有点大事 我昨天晚上就是脚疼嘛 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 失眠了这边 最后看到的喊就不是蓝色 是灰色 天公蓝看着蓝色 这里主要介绍的是 加州一号公里 它是BIGSOUL大墙的历史 左边就是这个著名的 BIGSOUL大墙 它是建于1932年 当时是世界上 差不多最大的混凝土大墙之一 到了218米高度呢 你看从上到下有85米 到这个悬崖上建了这个墙 对 那同时呢 它也是连着这些大墙 很重要的 嗯 像1932年去建一天 到100年了 当时就有这个 这么伟大的一个墙 哇 哦 BIGSOUL大墙了啊 哇哦 热气好大呀 什么都看不定 但对面的BIGSOUL大墙还隐约可见 不然在海边有这么高的一个墙子啊 我们要开到上面 哇 这个岛上不去了 哎呀 你怎么去的呀 这个入口在这儿 叫什么 也是灌着 哦也是灌着人家的门口手的 哎哎哎哎哎 这么厚的 安心 这边还跟圆条一样的岛 你看看不到 从海边一下又进山的感觉了 这个地貌非常的不一样 进山以后这个屋就特别大 这里已经是云海了 这边的屋太大了 原本是大海的 什么也看不见 这屋好浓啊 大了 什么都看不见 路上观景开好多 是 而且感觉直接在下山 嗯 而且就转了 直转了 里的湾好多了 九曲十八万 这里终于能看到海了 雾气没那么大了 马上到我们的下一个景点 还有三分钟 嗯 哇 我现在还有一个小瀑布 哎呀 这道路关闭了 天呐 难怪这一路人家没车辆 甚至要远路返回啊 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了 嗯 太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就又回去了 现在回去屋路散的差不多了哈 嗯 这样看上去更漂亮 上面就云了 对 很漂亮 哎呀 我们出来的时候车很少 但是返回去你看车很多了哈 嗯 因为现在是二点半了 终于走到萌克雷了 还会两小时白走了 这黄色的这个山就是木层 你看好多牛在里面 嗯 好漂亮 这大片冬菜的 好宽广 好圆野啊 这个就是西部大萌村哈 现在找个加油站 便宜个加油站了 刚才断头路影响我们的计划 把油都耗了 终于找到一家加油站了 这个价格是柴油4.759 regular4.859 plus5.059 然后就是premium5.159 自主加油还得学习一下啊 哈不太会 摸索半天他终于加会了 63块钱 跳表了 现在美国刚出了一种叫穷鬼 也就是你买一个小汉堡 他会加一块钱会再送一个 相当于买一送一 比较适合收入不高的人 对着实行20块小时 酒吧套餐是9.99 一个小时可以有两个酒吧套餐 中国一个小时买不到两个酒吧套餐 工作了8小时 那就是160美元啊 这个薪水相当高啊 左边是秋天的牧场 金黄色 右边是种植的绿色 我们又回到一号公共项链了 几个小时 我们真的是开车开了好长时间 就为了这么看 想画 哎那边好多小鸟 对 出来了 那个他在爬 对爬过来 你看那边 你看他的脸 我心里弄沙好好笑 小鸟的司空见过了 以后的时候他们会叫的 哇 这叫声可凶了 我们来来来 他要来弄沙 他来享受沙律 嗨 你看这边这个 手来撞 手是不要在这里 我来撞到这里 我来撞到这里 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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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动一动 对 那脸看到了像个狗的脸 睡得好伤 这里说到 之前海象被过于捕捞 只剩下上千头 所以加州政府在这里 就建立了一个海豹的保护区 通过近四五十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让这里的海豹数呢 达到了一万五千头 有的人在直播啊 有的人穿短袖 有的人穿棉啊 海 冰小盛 说小啊 可是非常文明啊 因为它有无敌的那个日落 然后还有沙滩非常行 所以他们都到这里来游泳啊 冲浪啊 水上运动啊 来休息 这位孩子呢 就是来说了一下 皮斯墨海滩码头 它的一个重建的一个过程 在1923年这边成建 主要是由市长 和当地的一个议会啊 一起来发起 这个皮斯墨海滩码头 现在是加州第十大 长的海滩码头 它一共长366米 这里还有很多鸟类 现在我们准备去找一家吃的 靠海边那家人气也很旺 但是 没啥吃的 觉得就是面包三明治啥的 想吃的好吃的不一样嘛 昨天我们其实就吃的这些东西 最后我们选择了这家 Bredis 这么大一份牛肋骨 猪排骨 烧烤的 这么大一份猪肋骨 看下这个酱汁浸得很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吃啊 太厉害了 好吃吗 味道 好吃吗 味道 有点甜 嗯 就是甜甜的 我们吃好饭了 我点的是那个牛排 看到别人吃米饭和猪排 我就改成米饭猪排了 结果他给我来了两大块猪排 我说太多了我吃不下 然后他就拿走一块 然后这顿饭吃下来 就花了50多美金 我们两个人其实点一份 这个烤排骨就可以了 它是烤排骨加米饭 还有面包 就通过这两次吃饭 我们明白了 它的分量都很大 嗯 这个是今天晚上的住的酒店 万豪其家的一个 算是快捷吧 看一下今天我们住的这家酒店 算是一个小套房 一进来这边 是一个卧室 很简易的 这边是一个小厅 这里应该是空调吧 他们的空调都长这样的 这是我们在这里住的第三晚 第一天晚上那个老旧的酒店 不太灵 昨天晚上住那个民宿 黑漆漆把脚崴了 这种品牌店 至少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